油画颜料主要是有不同颜色的色粉 加上干性油 如亚麻仁油等研磨调制而成 而干性油的作用 是将色粉黏着固化在画布上 油画颜料可以直接拿来作画 也可以将颜料稀释调和后再行作画 稀释调和的方法主要有三种 第一,以溶剂加以稀释 来增加颜料的流动性 如松节油或化用石油精等溶剂 第二,加入溶剂的同时并补充干性油 以确保色粉的黏合固作性 如亚麻仁油等干性油 第三,加入素质以增加颜料的光泽度及黏着性 并加速干燥速度,如丹玛素质等 市售的调色油,大部分是将溶剂 干性油、素质三者所调制而成 所以又称为三合一油 而快干调色油 则是改变干性油、溶剂、素质、三者的成分及比例 或是加入吹干剂等方法 以调整调色油的干燥速度 许多画家不用调色油 直接以颜料作画 也有些画家会根据个人的需求 自行调配调色油 若想进一步了解详细内容 请参考油画讲义书 谢谢观赏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